河南安阳地方有一个姓黄的读书人 家里无房无地 靠卖文为生 穷得三十岁了还没有娶上老婆 一夜 正挑灯读书 忽然走进一个十分好看的年轻女子来 黄生是一个老实正派的好人 虽然心眼里很喜欢这个美丽女子 可是觉得她半夜三更独个儿头来 不合理俗 因此借口家穷 请她出去 霍女诚实的态度打动了黄生 黄生满心欢喜地留下了她 霍女马上收拾房子 扫床扑背 霍女十分手巧 迫不能做成新衣 一个人的饭可以做得够两个人吃 黄生就专心写文章去脉 于是黄生幸福地向到了天堂 谁想好景不长 霍女忽然被来要房租的地主朱大兴看见了 朱大兴是见钱眼开 见女人着迷的坏蛋 她知道了霍女来路不明 就马上对黄生说这是她的丫鬟 要黄生把人还她 地主走后 黄生又气又怕 急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霍女安慰她 叫她先吃了饭再说 黄生与霍女还没来得及 想出妥善办法 衙门差役已经拿着火签 传黄生去过堂 朱大兴亲自拿了200两银子去与县官送礼 支县装得很清廉的样子 不肯收售 其实是嫌朱大兴银子送得太少了 过两天恰好是支县老婆的生日 朱大兴又花400两银子 打成各种银器去给县太太助售 因为支县受了贿赂 第一堂就打了黄生40大板 还训了黄生一顿 接着 连话也没问就把霍女断语了朱大兴 叫朱大兴自己领人 朱大兴派了四五个身强力壮的狗腿子 不等黄生回到家里 就硬把霍女抢了过去 朱大兴十分高兴 想当夜就侮辱霍女 朱大兴哪里肯听 不管霍女怎样说 她就要动手动脚起来 霍女披面打了她一个巴掌 朱大兴大怒 拿刀子恐吓着要杀霍女 霍女把衣领解开 露出雪白的脖子叫她杀 朱大兴一看硬的不行 又来软的 说是只要答应了她的要求 要什么有什么 朱大兴眼见这样一个美人就在自己身边 却倒不了手 急得什么办法都使出来了 最后跪在了霍女面前 上半夜霍女还是不理她 朱大兴又叫人给霍女送来人参汤 还有一身比孔雀灵还美的段子衣装 自从这一天起霍女每顿饭必要燕窝 鱼翅 人参汤 每天要一身新绸缎衣装 而且一顿比一顿要好 一身比一身要美 过了几个月后 光是每天吃燕窝鱼翅 穿绫罗绸缎 霍女也不高兴了 朱大兴为了讨好霍女 还叫了戏班来唱戏 霍女听了一次戏后就成了戏迷 每天要唱一个新戏给她听 光是听戏还不成 环必须得戏台底下热闹 人一少了 霍女马上就骂朱大兴 庄稼人每天都要下地干活 谁能天天听戏呢 到处敲锣也没有人来 家奴们追得人们满处乱藏乱躲 家奴们叫不了人来 朱大兴火了 拿着鞭子要打他们 朱大兴舍不得管饭 可是又没法叫获女高兴 就改成管粥喝 家奴们一喊叫管粥喝 人们都来了 从此朱大兴加成了个十分热闹的地方 又是唱戏 又是涉粥 朱大兴一看这些人都到他家喝粥 气得眼都红了 闹了没几个月 朱大兴把钱花光了 再花就要卖地了 管家找他来讨办法 朱大兴猜到了货女有意败坏他的家私 就去找货女算账 朱大兴见了货女就更火了 举手就打货女 朱大兴一巴掌打去 没想到货女身上的肉像石板一样硬 震得她自己抱着手挨又起来 朱大兴更加生气了 马上又拿一根大棍子打了下去 谁想棍子也不管用 一下子就折成了两三截 这次朱大兴没法了 货女反抓住朱大兴打起嘴巴来 朱大兴只好又跪在了地下 货女叫朱大兴套一辆车送她回家去 朱大兴只好老实答应 黄生自被县官打后 气恨成病 又听邻人说货女已在朱大兴家享福 更是痛恨万分 只想快点死去算了 万没想到货女又回来了 货女马上洗手做汤 并商量今后长远之际 二人决定到江南货女家里去住 过了几天 黄生病体复原后 货女雇来一只小船 二人上船南下 一日船驳扬州 货女正在眺望江边景色 呼听临船有笑声 原来是跟了她一路的那个阔老 正在向她傻笑 黄生正服在船内看书 货女满脸含笑走进舱来 说是有人愿出重价买她 问黄生肯不肯 货女请船家问问可有人买她没有 并安慰黄生不要着急 船家问了后 回说有人愿出黄金千两 来买货女 黄生急了 拉住货女不放 临船扩劳把一千两黄金送了过来 黄生又抱起来走到船头要给她送回去 不想回头一望货女已从船尾上了临船 黄生如万丈高楼失足掉下来似的 不知如何是好了 临船已顺风扬帆而下 快如离弦之见 黄生求船家追去 船家不从 黄生放声大哭 船家如约载黄生到镇江 把行李搬上岸边 谣传自去 黄生正对滔滔江水悲愁交集 呼听有人叫她 回头一看 正是货女 在去货女家的路上 黄生再三追问货女走后情况 并问货女 她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 正说话间 已经来到货家门前 竹门石墙 别有风光 货女推门请黄生进院 黄生正端详这个雅致的院落 从屋中走出许多人来迎接他们 为了欢迎他们 货家白酒畅饮 韭菜是一种黄生从未吃过的肉类 货家兄弟大郎三郎都拿很快的刀子割肉吃 黄生来货家后生活过得挺好 他见许多家具桌椅都铺着虎豹皮革 未免有点惊奇 可是货女带她比先前更好 于是二人更加亲密 一日货女笑着与黄生说 要给她另娶个媳妇 黄生与货女非常恩爱 当然不同意 并且很生气地说再不许她提起这件事 过了几天 货女说要出去探访姊妹 叫黄生安心读书 最后还跟她打趣地说 要是寂寞的话 你跟我哥去说吧 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货女离家多日 咬无信息 黄生去找货大郎想问个究竟 货大郎不等黄生开口就说 你觉得寂寞吗 妹妹不回来了 我给你另娶个媳妇吧 弄得黄生衣时答不上话来 黄生连说 不寂寞 不寂寞 就想回到书房去 可是货大郎一把抓住她说 这是妹妹临走时说下的 你难道不听她的话吗 说老实话 你不听也得听 我已经给你定了亲了 又过几天 货家张灯结彩 吹吹打打 一城彩叫送来一个美丽的新娘 货大郎把黄生叫了出来 黄生莫名其妙 只得由人摆布着来拜堂 新媳妇小名阿美 长得也很俊俏 先是二人独居医院 倒也没有什么 日子已久 阿美见黄生行动拘束 像是做客人似的 就觉得奇怪了 一夜阿美又仔细盘问货家详细情况 黄生都答不上来 只好对阿美说了实话 阿美听了黄生的叙说 觉得货家这一家人做事情真有些古怪 但他觉得黄生却也诚实可爱 就对黄生说 事已至此 那么我俩也得成个美满的家了 从此黄生与阿美感情好起来了 某夜黄生忽然听见欢笑声 于是起身隔窗探望 见几个披带刀剑的汉子正在饮酒作乐 桌前还扔着两只才被打死的老虎 吓得赶紧回来 黄生猜不透或家识干什么的人家 心中疑惑不定 回到房中与阿美商量 阿美说 不如离开此地 到你故乡去住 黄生说 此事可不能让霍大郎知道 要不 就走不成了 就在当天晚上 黄生和阿美偷偷地离开霍家 雇了一条小船 回到安阳去 在船上黄生和阿美都惦念着霍女 阿美说 我俩能够成家 不能不谢谢霍家的姑娘 天亮了 船已到瓜州 忽然有人喊黄生 他从窗口伸出头去 往后一看 有一只小船向射箭式的驶来 两船相靠时 霍大郎从舱中跳了出来 手指宝剑 跳到黄生船上 责备黄生不该不辞而别 霍大郎把金子搬到黄生船上 黄生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带到阿美叫他感谢大郎时 他才清醒过来 可是这时霍大郎的船只 已经走出好远了 他们回到老家 用霍女赠给的金子买了房屋土地 黄生与阿美过得很幸福 不过阿美总是惦念着霍女 日子很久了 他俩日夜叛念着 可是霍女竟是一去不返 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 为了纪念霍女 他们给孩子起名仙次 仙次有一天正独自在屋中玩耍 忽然进来一个陌生女人 这个女人把仙次暴坐在自己膝上 为她书小便 给她带上一朵 自己头上取下的金花 把自己腕上的玉镯子也给她戴上 阿美从外边回来 听有人与孩子说话 从窗缝中一瞧 见是一个女子 心想莫非就是霍女 正想走进去对她致谢 可是转眼间已经找不到了 黄生在别的屋 也听到像霍女说话的声音 走到庭院中 见她正向外走 可是追出门去却不见了 仙次问父母是怎么回事 他们给她讲了这个好女人的故事 这次要求婚她不见了 你带上一个婉宫 我估论着她的婉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